C Jazz 以 WOOD 今天好看pmgIX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活 dental pap év 我是方斌 我們內裡要說 題目 題目是由於東方文化 appreciation 代表性的生活文化 其實在我們頂一筆 或是說我們比較老一圓 通常都有 其實我也算老人 其實這個我跟媽媽經過 我早上跟我們爸爸媽媽去做事有沒有 做做的會不會是怎樣的時候 或是說比較難的 比較沒在頭的時候 如果說頭前老兩張 像我 大家醫療抓著 就在那個門口鍋 或是在手腳我們就開始來泡茶 享受那種過那個慘征的那種很破實的生活 但是呢 所以說 我們很多觀眾朋友可能對我們這個台幼 會覺得有很親愛的感受對不對 你知道現在目前喔 有很多人說台幼不太敢喝 因為有很多不孝的廠商有沒有 他會去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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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我們的這個台灣 現在我們的高山地 或是像阿里山地很有名的這些低米 就要透透藍藍的 會變成就是說我們的食安問題的產生 但是今天呢 我們要為大家來給我們觀眾朋友 可以了解的說 這個低米要怎麼可以分辨 要怎麼去認定好的,安全性感的 我們今天有邀請的主委來做加議的我們的茶農 來跟我們見場地士街的觀眾朋友來探討一下這個低米 然後有什麼這個故事 跟著要怎麼讓我們觀眾朋友 可以喝茶 喝到安心 要買開這條紙也開到的安心 歡迎我們的茶農 黃國昌 黃大哥 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叫做黃國昌 是倉庫的倉 不是立委的那個倉 因為我近期是做這個 弱電系統就是我們的監視房道 我做到未來13年前 因為我的脊椎不太舒服 所以我想說必須換一個保濤 因為我之前的工作很不容易 可能工作如果出來之後 我一天要做到晚 所以我常常做到三個半 所以我們到後來脊椎不舒服的時候 站不久 到後來我就想說 什麼 等這個時間我還可以做 所以我去換一下那個 所以我早在南島的人家都去種地 我為了找到一個乾淨的地 花了四年的時間 割個山頭都軟了之後 都找不到它 然後就說這棵 這棵是很偏僻 不過我喜歡上它的那種環境 那旁邊都是原始林 然後沒有林源的問題 所以我早在種這個棵 你算說中年轉圖 早去南島那邊那邊 那個人愛鄉種地就對了 是 你怎麼會跑到那邊山頂啊 因為我們現在要找一個很乾淨的地 真的不好找 真的不好找 因為我想說 我要做十次做出來的山片 可以做得很健康很安全 我們說真的 政地為什麼不開玩 但是你為這個 阿兵來說做這個政地 有人說越行越高山 你要怎麼可以突破心理障礙 要可以為 你不正過地 你會想要去政地 到底它的動機是什麼 你要突破自己心理障礙 我們的年齡 台湾年齡時 真的要很拚 不過我們那時候 只要拚就有 只要你骨頭做 一定有一定有修行 當初要去政地時 我新娘也是這樣想 因為我讓我一個青年做起立 我想說要做什麼 我就對他做什麼 這樣就有了 想說到後面 發生很多問題 都不是我可以預料到的 你不是在所想的 對 所以說你像你這樣 起到那裡的時候 你剛剛想說要勇敢 你剛剛有辦法 去理解說他的問路 其實要怎麼賣 品質要怎麼顧 所以你剛剛有去上學了解 這真的 去的時候 我像我上岸去 我們就是開始 就這個整地的部分 我們花了大概一年的時間 包括柚水 把水源 所以我的水 從3.5公里以外拉回來 到來很快地靜了之後 我們都發現說 我很多問題 我可以拿出來 地靜了之後 因為這個就牽涉到 比較專業的問題 我們地靜回來的時候 大概30公分 那我們種這樣泥土以後 你要種多深 因為你再多靜的時候 它可能根性吸收 還不太完整 所以它上面的 葉子太多的時候 可能因為會排水過快 導致這棜也乾死 所以我們要把那個上半段剪掉 再來說你要加長的時候 你要留幾片葉子 有人給我說三葉 有的時候四葉 有的時候六葉 我當初可能我要教說 地這麼漂亮 你要加起來很不夠嗎 我都加六葉 加六葉之後 加六葉之後 現在就有些朋友來摘桌的時候 一些先輩來 你如果留這麼長 不對啦 你只要加四葉啦 留四葉就好了 有些人說要留三葉 其實說我也不知道 對一個怎麼對你知道嗎 就說 有一個人說 待會兒都不一樣 我說我也很困難 所以這跟 妹子 我跟我們的農糧署 有一個農民學院 它針對不同的農作物 它有分所謂的 初階 進階 高階 從頭到尾 慢慢跟你加 加工你要怎麼去照顧 所以這對我來說 算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這樣我怎麼知道 我有一個正確的一個管道 一個正確的方式讓我去運行 我就不會做到八天 不然你說做不對 譬如說 像說你的泥土要去檢驗 這是我地震之後 我怎麼知道 因為說 我們的土是不是健康的 你土如果沒有健康 你震著的東西 永遠都震不漂亮 那麼再來 你改善之後 震著的問題 剛才你說 改善的震著的問題 怎麼經驗呢 這經驗正常不是 欸像我這麼多人客人好心喔 老母貸兩三百萬元做卡末 哇 卡末製很多啊 很漂亮啊 買不到 可能 三個母子都要帶去 夜市那邊 沒有沒有 關頭 不會這樣買出 經營方面 你覺得說對你有什麼幫助 再來就是在你經營方面 你有什麼感想 我地震之後 很近 我地震四年才可以收成 啊 四年 要四年 四年後我地震之後 因為我們 我實際上比較小農 我只剩一公圈而已 是 是 所以我沒有這個地震 所以當初 還有一些和平的人 到三天 全部跟這個地震 做好 做好的時候 要做地震的房間 我剛才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從來都不想說 我又要做這個地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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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你地震自己也喝不完 你就說這震的震也不可以 你知道嗎 那時候 我跟我們看的 三部路走 走在台北市 地震一間一間去震 他跟拜託說 這人去看看 這 我這是我多辛苦多辛苦 怎麼顧顧出來 你來參加看看 不過 效果並不好 因為怎麼說 我們粗不食材 第一道去 你人家說 我這個多好多多好 其實他都在動作 我都覺得他來動作詐騙集團 好可憐 對不對 他都覺得你這個地震是你種的 這個地震是我們台灣的 或是你這個透露鹹水的 對不對 我實在說效果也真的不好 那時候 剛才我們的農會提供產銷履歷 產銷履歷我去做一些研究 我跟他說他裡面 他有一個第三方的公正的單位 幫我們證明 因為這個東西裡面 可以證明說這是誰種的 你種在什麼地方 你是不是符合我們國家的安全的規定 我認為他有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也有困難 是啊 其實你說你自己的產銷履歷 其實可能你一定是有遇到什麼困難 你是什麼動機才會加入這個產銷履歷 再來說你自己的產銷履歷後 是不是有當過一些困難度 我覺得這個產銷履歷給你的幫助 跟你的困難分別在哪裡 當初會加入產銷履歷最重要是因為當初我們的地兒不知道要賣什麼 然後我們加入產銷履歷以後 其實我們農業署有一些輔導的措施 譬如說他們台北有一個希望廣場 他可以讓我們有三 以前是四張EQ 現在三張EQ 可以讓這些農民去那邊做展授 再來說因為我們當初不會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我們人介紹的時候 人家比較有信任人 我就說這是第三個公認證人 你給我看看你手機一掃 你可以找到哪些資料 可以對我們來給信任 還有保證自己的努力 我們真的專性的頂照到要討論 因為我們的地兒就是要賣 其實我不是說我們生理人 生理人是生理人的角度 譬如說我們的盤雄 他要的是有利刃的柴 當然 要賺離孫 對 你如果沒有離孫他可能就沒了 因為我們的道主生本非常高 包括我們開很多天 譬如我剛才說 你今天放去上課的時候 老師還說你要草生栽培 你如果說我們老一輩 你說全圓都草 老一輩一定說你這是半大 對 都沒在除草 對 都沒在口草 老師說我們這個草有的草筋 筋定的土地 它會讓我們的微生物相能夠健全 你的有機質它才會分解給我們的植物質 所以你說草生栽培重不重要 我覺得在一個很高品質前 我真的買人的水果或什麼 我看他為什麼有草我還要買 如果他埔子過了 他買東西我就沒辦法買了 所以說你自己有經過 你就會這樣想 黃大哥 你是怎樣的動機 下去想要加利的產消利率 那麼沾對到官大方面 或是說在我們的土壤或是說我們的當海豐民 他有什麼大大的改變 有 我 我剛才說我去參加加一個農民學院就可以了 像病蟲害防治 因為我們武衛工就說 糖有分吃素跟吃草的 這樣喔 對啊 吃素的就要去吃你的菜 吃你的豬油 吃粗的 以肉食性嘛 他也可以吃其他的昆蟲 其他的蟲 所以有時候他就像你海蟲吃了之後 留下來都是好的 這樣 所以不一定說 看著糖 就想辦法趕快淘淘掉這樣 對啊 所以有時候 你想說我來 我豬打拌 或是說有糖你加 我想要來買一個藥回來 轉 你去農藥人的時候 農藥人問說你第什麼問題 不知道呢 那就 農藥人想要你一種人家 這樣喔 農藥人想要你一種人家 一種糖要配一支藥 一種便配一支藥 你回家一大包回來 就噴噴了 有效嗎 真的有效 他們都噴了 然後糖都死了 問題 你會把一隻糖而已 你還要噴十支藥 這就是因為當初我們不用 所以我們去上課後 我們有一個最大的稍負 就是我們確認了以後 看到葉子我就知道說 我這是什麼糖 什麼糖在加 當然有什麼 譬如說小綠葉蟬 像這就是小綠葉蟬擦的 小綠葉蟬擦這樣就對了 它擦到那個 像這茶米就不能用了嗎 沒有 這茶做到做蜜香的 非常好喝 對啊 為什麼一定要把糖添掉 不用這麼說 不漂亮 不用只好 它的重量大概只要人家的三分之一 叫吃氣 對 小綠葉蟬 小綠葉蟬 它吃就不會說只要一坑在 那是市場的創柴會 小綠葉蟬 它是像我們的蟲子 只要一坑就樹葉醬 所以葉子上完全看不出來有一個洞 可是像這個葉子 它旁邊已經開始燒焦了 這就是吃得很嚴重 這樣喔 因為吃得很嚴重 再來就是 這個已經到了第三代 第四代葉子就會脫落 對 像這個有糖吃過 其實也不用它燒焦了 或是說不需要這樣 拍一看就直接用這個把它蒸焦 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在我們的茶開場 他有做一個研究 因為小綠葉蟬加了 茶葉本身為了吸引它的天敵 叫白斑劣珠過來 所以它產生了這個味道 就是要吸引那支天敵過來的 因為我剛才說會用這個東西 是幾層都有 其實你把這個摘掉 有加到的摘掉 底下那個沒有 沒有加到的蟲子來做 它一樣有那個蜜香的味道 蜜香 是 這意思是說有加過的蟲子 它本身跟沒有加過蟲子不一樣嗎 不一樣 而且它有一個 哪有可能 而且它有一個很特殊的香氣 你可以聞聞聞看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 那一般有加過嗎 這個沒有加 這是正常義 來來來 我們有加過跟沒有加過 我品嘗看看 我這個算好品嘗你知道嗎 我品嘗看看就知道了 這個阿北做到已經有蜜香了 對 這個 怎麼都沒有味道 一點點 怎麼會這樣子 只有 剛剛在做那個切成的香味而已 對 這個為什麼會這麼像 就是因為人家小綠蟲咬過 所以這種蜜蜜做起來 會計時還比 我們這個正常義做才的蜜蜜更好 你怎麼都把這個小綠蜜 怎麼都把整個蜜蜜蜜 這樣更香 這個東西 糖不是你當時要來 不是你可以決定的 假如這個我可以決定這件事 我今天就好了 我不用做了 我只帶糖來吃東方蜜蜜 你要低筋我就好 說真的 這真的說的 就像這個香氣不用泡 你就覺得很過限 真的 這很簡單 你待會兒皮鴨開 皮兩天 然後用太陽把它曬乾 就變成很好喝的蜜蜜白質 真的 對 這樣喔 真的說的 這次請黃大哥來的收益良多 其實我們的財美 其實對我們的生活中是很重要 所以這次我們一定要認真 就是要把它看下去 所以我再來問一個問題 其實 現在新聞也有聽人報 報說 產消率不好啦 那家立 身份很高 又很麻煩 就這樣很浪費時間 不合乎成本的效應 如果是我們的黃大哥 你跟我們說 像這種報道 以我知道 我實際 會來這裡很多的農友 其實跟我說的文章 他們雖然是辛苦 是一個頭前的過程 其實我看到他們後面 都是甜蜜甘甜的 現在像這樣有這個報道出來 我來請教我們的黃國山黃大哥 像你對這個消息 這樣你感覺 在你家裡這個產消履歷 他們所講的 跟你自己所感受的 你是不是有不一樣的想法 因為成銷履歷 它的門檻的確是比較高 不過我覺得你門檻高 客人會相信你 你如果說真的穿就有 就沒有這個成銷履歷 我就覺得沒有這個意思 因為大家都說 它的發費會比較高 有時候我們錢先拿出 驗證公司 等到農友的補助 下來之後還會讓我們 有時候像我們真的補助三分之二 他說 我覺得這個存在開就不太命了 再來你說 去輸入產銷履歷 提前那個填錶 這個電腦上的作業有一點複雜 因為它是一棟一棟的往下做 你第一棟沒有完整的填好 第二棟就跳不出來 他說我覺得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好像有發明那種 我看到一些黑衣裳 它有給它那個平板 它就點點的就好了 我說這個是一個考慮的部分 對 像我們這個KK族我們在用 我都覺得說 只要多做幾遍 我覺得這OK 像我這麼老頭的 這些年輕人應該都沒有 不是問題 以我所了解 其實政府也都有提供到這個補助 是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發費會的話 應該會收會比你縮進前 還要再多 沒有錯 沒錯 這樣就繼續來 你說沒錯 你自己產消履歷之後 你覺得說 跟你說今天 這個經濟效應的比例 是差在哪裡 比如說在我們市民上的通路 或是說我們這個計劃 或是你的品質 到底是不是跟我們 所剛才說的新聞這樣放下來 差別在哪裡 就是你自己產消履歷 對你的幫助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家裡的產消履歷 對我最大的幫助 是人家對我的信心 嗯嗯 我一些人家到最後 真的都變好朋友 是啊 因為這個東西 它可以證明它是本地台灣的 第二個它是安全的 對吧 因為就是說 你在外面 你去找地方買的時候 好許到底是不是 結果我就不覺得說 假如說今天是有產消履歷 我們可以證明它是安全的 對啊 現實的保障 對啊 所以你有產消履歷的東西 證明它就是全都我們台灣的 讚 再來我們剛才 黃大哥 因為你剛才拿一張消履歷 你說這個叫小綠 小綠月產 是 像這個 如果以我來說 我可能裡面會覺得 這個也不是唐膏的 你知道嗎 可能就是炒灰 或是說 消化影響比較不良 或是說剛才在頭 太滅 拍比較乾 對不對 其實像你剛才說 你說這個要經過修正嗎 這是經過修正還是要頭痛 像這種的話 像我們就會 因為這個東西是在夏季的時候 它必須高溫又乾燥的環境 它才會繁殖的很厲害 所以像我們這位在這個季節 採收這個茶葉 我們來做蜜香紅茶 就是我們做這個 直接我們才爆炸 把蜜香紅茶 是啊 對 它這個做起來之後 它有一個很漂亮的 就是它有一個蜂蜜香 那種熟果味 然後有時候你喝蜂蜜水那種感覺 嗯嗯嗯 所以這是東西 比如說今年的東方美人 他今年特等獎 一斤賣到101萬 喔 真的喔 對 不過東方美人 他的牙是非常的小 他的牙只有 只有這麼一點點 這樣喔 只有這麼一點點 所以說你要收一下 還要勾手起來 要賣到一斤半斤一定是 當然喔 一斤大概有3萬5千個雅典 所以這瓶3萬5千塊 我就做一斤 那瓶地是用手工的嗎 用手工 你看沒有辦法量產 所以說你要看政地有多辛苦 今天我們這個黃大哥 順問一下 就是說 你看像你這樣跟我們說那麼多地勢 我們真的受益良多 包括電視界觀眾朋友也知道 現在開始對地 地效 地農 他的辛苦跟我們的消費者的安心 現在我跟我們請教我們黃大哥 我們台灣真的說的 我剛才一直說的 這是我們一個東方文化 喝的是我們東方文化 有很多外國人也會爭相來 這裡我們買高山地回去 他們在國外喝 所以說 你可以將自己的經驗和故事 可以讓我們電視界 現在如果有在造成我們一樣的茶農 可以讓他們 好用嗎 呼籲他們 要怎麼保存我們台灣的土地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茶農 在我們台灣發揚光大 你是不是可以喚起他們呼籲 你一樣可以加進去 我們的產消履歷 可以讓我們台灣的農業的茶農 農業能夠更穩定更安心 在我個人有辦申請產業律驗證之後 真的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譬如說客人對你的信任 包括我們剛才說的這個淨口地 因為很多人不敢喝其他國家的茶葉 真的 我覺得我們台灣有一個很大 除了說我們的土地很好的以外 還有就是我們台灣的農民 我們水準層次很高 因為有時候這個東西 你是你依戀之間 我要的是最健康的產品 你就是要犧牲某些東西 譬如說我要給像這個小禮的產家的東西 我的產量可能只剩三分之一 對不對 可是我要的是最健康最安全的 我不要就說 因為我還要處理這隻糖 然後做一些不太健康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中的 我們這個農民 你如果是覺得你有需要面對消費者 或是說你今天有通路的問題 我覺得你一定要去辦這個 我覺得這對農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感謝我們的黃大哥 其實這集我們雖然簡單又惡要 但是可以正式的說 自己產銷履歷不是像我們有一個比較不好的印象 說要花消費很多 要花很多錢 要花很多時間 其實當你人家說 因為那個最有權利用的來源 就是一定要經過到我們一種的辛苦 所以我們這個黃大哥 我們一路走 你看外面不滅茶 也也不投 也不投 不知哪哪在競爭 不知哪在災賤 到後面你看它的茶味 在台灣的一些 筆殺證明 甚至在台灣人的倫動 這就是我們一分耕與一分收穫 也感謝電視機所有的觀眾朋友 今天來收看我們的生活真美好 也感謝我們的黃大哥 今天來參加我們的生活真美好 可以讓我們信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來分享我們的茶美 可以讓我們了解說 要買一個茶 然後能夠喝得安心 然後可以讓人知道的圓圖 幫助我們的農民 可以對這方面產消利率 競爭的一分的實施 下次我們的生活真美好 我們再見囉 掰掰